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然后她就开始一直留头发 然后留到很长的那个公主嘛,对不对? 对啊,那你知道大陆四川啊 有一名老人则是觉得长发可以保佑家人的平安健康 所以她已经留了54年的长发咯 54年?那这样子头发有多长啊? 她的头发全部放下来将近有6公尺的长哦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她的媳妇啊用手机拍摄了她的长发日常生活 然后发在网络上后创造了百万点阅率 一期之间就变成了网络红人 6公尺这么长?那不就有破金氏纪录了? 没有哦,其实金氏世界纪录的长发保持人 是美国一位50岁的妇人 她的长发长度啊超越了17公尺 从小到大都没有剪过头发哦 天啊,光想到洗头我就累了 好,接下来我们就借由这则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点阅历 click r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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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用click rate来造个句子吧 whether a YouTuber is popular or not depends on its click rate whether a YouTuber is popular or not depends on its click rate 这句话的中文呢就是说 YouTuber是不会红取决于点阅力 那下一个单字呢就是金氏世界纪录 英文就是Guinness World Records Guinness World Records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单字来造个句子吧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s for the longest hair is 17 meter long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s for the longest hair is 17 meter long 对,这句话的中文意思就是 金氏记录最长头发为17公尺 那接下来两个单字就是文章里面讲的健康跟长寿 健康的英文就是healthy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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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的英文是longevity longe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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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今天的新闻英文就到这边结束咯 你们都学会了吗? 听新闻学英文 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